第八集 二皇子 七皇子 让你们见笑了 大姐她虽然不懂琴棋书画 但很努力在学 楼玄雅站出来 看向莫红义和莫盛睿 眉眼带笑 柔声地为楼玄影辩护 玄雅 你还真护着她 哼 真庆幸 即将成为我二皇嫂的人是你 那个傻女人 脸上画着墨 都没来得及擦 她们这样一搭一唱 更是将楼玄影往脚底下踩 楼玄影更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被楼玄雅给代表了 她根本不是替她说话 而是在损她吧 玄秦 玄雅 玄云 爹还有事 你们替爹招待二皇子和七皇子 可以到后花园逛逛 楼承德以手掩嘴 轻咳了声 找了个借口 便匆匆离开 楼玄影很认真在思考一件事 她老爹连她的名字都没提到 那她是否可以离开 二皇子 七皇子 我们姐妹几个 带你们在府里逛逛吧 嗯 一行人从大厅移至相府后花园 楼玄影带着田儿落在最后 极不情愿地跟上去 当然 她的情绪没有表露出来 只要回头 便能看到她蹦跳着双腿 粉色的裙摆 飘逸地飞舞着 远远看去 除去那傻样 倒是娇俏可人 小姐 他们走那么快 你不跟上去 真的好吗 干嘛要跟上去 他们又不乐意见到我 田儿 一会儿你找个借口回影乐居 啊 为什么 田儿是小姐的贴身丫鬟 自然是要随时跟着的 不用 她待会儿肯定要装疯卖傻 大肆整那群人一番 她能保证自己不受伤 可若田儿在这里 她就不能保证 他们会不会跟她一个小丫鬟过不去了 小姐 那 那你要小心啊 嗯 放心吧 他们进了丰亭水泄中 丫鬟摆好了茶水点心 便退出水泄 田儿找借口回影乐居拿东西 果真听话地离开了 娄贤颖刚要抬腿走进去 就听到莫胜瑞贤舞的话 傻子 你可以滚了 这里不欢迎你 娄贤颖眨巴着眼抬头 亭中 莫红义手折雨扇偏偏偏摇着 仿佛没听到莫胜瑞的话 而娄贤颖等人也不语 她果然不受欢迎啊 不过 她向来脸皮够厚 要是她自己不愿留是一回事 被人赶着走 又是一回事 要她走 没那么容易 她全当没听见莫胜瑞的话 脚下的步子没停 再一脚 便要跨进亭中 然而下一刻 便见莫胜瑞挡在了亭口 傻子 本王说话你没听到吗 娄贤颖双甲微鼓 一唇凉迷茫的语调 气鼓鼓的质问 为什么我不可以进来 这里是我家 你才不是我家的人 哟 你这个傻子居然还敢顶嘴 皮痒了是吧 你走开 我就要进去 娄贤颖耍起无赖来 用力推她一把 就要往水泄里冲 在他们看来 她是傻子 既然是傻子 就不必畏惧全是 越畏惧 越会受欺负 莫胜瑞足足比她高出一个脑袋来 怎么可能让她那么一推就移开 见她用手碰了她 她只觉得嫌悟 大手一扣便捉在她肩头 想着将她拎小鸡一般甩出亭去 然而楼玄影早有警觉 一手紧紧抱在亭柱上 张嘴就要朝她手臂上咬去 她松手的同时 她的手脚也杂乱无章地朝她挥舞过去 有意无意就扫向她的脸 你这个白痴 本王今天不好好治你 就不姓莫 莫胜瑞被气到了 一咬牙 决定不再跟她客气 双手粗鲁地抓住她的手 还硬将她紧抓在亭柱上的手掰开 然而下一刻 她察觉到 掌中的小手竟如缩骨般一个弯折 手微麻 轻易便被她挣脱出去 还没反应过来 一阵急风朝她下身袭去 她吃了一惊 忙侧身躲开 粉色的身影就扑进了亭中 却差点撞在栏杆上 痛 痛 坏人 玄影要告诉爹爹 坏人欺负我 楼玄影摊开擦伤的手掌 努力挤出了几滴眼泪 回头控诉般地看着莫胜瑞 显得楚楚可怜 莫胜瑞狠狠地瞪她 她甚至分不清楚她究竟是真傻还是假傻 表情和行为分明就是个傻子 可是刚才与她推壤时发生的事如何解释 她武功自视不弱 她竟然能轻易从她手中挣脱 那踢过来凌厉的一脚甚至 她反应要是慢点 命根子都难保 她是女人吗 楼玄影看她扭曲的脸 心里暗暗发笑 她狗眼看人低 那就别怪她反击 她不可能装傻一辈子 那就搅乱她视听 让她去猜 顺便整死她 哼 莫胜瑞狠哼一声 一甩一摆 坐在十凳前 想不明白 便不理会 七皇子 你也知道大姐人傻 还请别跟她计较 楼贤雅出声安慰莫胜瑞 见她仍黑青着脸 便笑着提议 二皇子 七皇子 贤雅 弹曲子给你们听吧 好啊 早就听说相府三小姐 乃皇城第一才女 琴琴说话 无所不惊 本王早就想见识了 莫胜瑞气来得快 走得也快 被楼贤雅那么一说 注意力很快就被拉走了 楼贤琴放在腿上的双手拳头紧握 暗暗咬着下唇 不甘心地看向站起来 款款走到古琴边的楼贤雅 琴琴说话她也不错 可却一直被有才女之称的楼贤雅压着 施展不了 悠扬的琴声如潺潺的流水般 在楼贤雅指尖流淌 连脑子不停转动 想着整人点子的楼贤影 都听得如醉如痴 一曲终了 在众人仍未回神之际 莫胜瑞嘲讽的话又传来 本王总算一饱而服了 如此神曲 也只有才女弹得出来 玄雅有才有貌 二皇兄 幸好父皇通情达理 让你解除跟那傻子的止婚 他不仅傻 还是疯子 跟玄雅完全没有可比性 没有可比性还拿来比 楼贤雅嘴角的笑有些僵硬 又抱了手曲子名 束手又俯上了琴弦 被莫胜瑞那么一讽刺 楼贤影虽然没放欣赏 但也没心思再欣赏曲子 他带着傻笑趴在栏杆上 看着湖里游荡的鱼儿 突然惊奇地大叫起来 鱼 有鱼耶 贤影要为鱼儿吃东西 说着 他带着欣喜蹦起来 先是在水泻里四下张望 而后突然找着目标般 咧嘴朝莫胜瑞跑过去 拿起他面前摆放的茶杯 我要用它装虫子 说完 不等众人反应 他掀了杯盖 猛地一个倒扣 把还滚烫的茶水 尽数倒下 谢谢大家